那么英国能否按照计划顺利的脱欧 还是出现灾难性的无协议脱欧的局面 或者延期脱欧 决绝于英国议会下院的表决 具体的日程安排通过一个短片了解一下 根据目前英国方面公布的日程 3月12号 英国议会下院将就脱欧协议进行第二次表决 如果协议获得通过 那么英国仍按原计划于3月29号正式脱欧 如果协议仍未获通过 13号英国议会下院将投票决定是否无协议脱欧 如果表决通过 英国将在3月29号无协议脱欧 无协议脱欧意味着脱欧后没有过渡期 英欧关系将出现瞬间断裂 英欧贸易关系将回到世界贸易组织框架内 双方经济所受冲击将明显增大 因此英欧目前都尽力避免无协议脱欧 如果无协议脱欧也被议会下院否决 14号议会将继续投票决定是否延期脱欧 若确定延期 英方可能会一次性推迟几个月 以便与欧盟继续商谈